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虽然说过不是很爱做真实的新闻 可是我看到这个报道真的 吓一跳 吓一跳 为什么吓一跳 因为我所知道美国对于对台的政策 或对就是两岸之间的这个处理事情上的一个guideline 全部是来自于台湾关系法 台湾Relations Act 那台湾关系法已经很久很久了 结果看到这个报道说 什么什么东西 17比5通过台湾政策法案 那看到这个标题 我就以为说 美国已经通过了一个 就是对台的一个政策方面的大转弯吗 restructure吗 然后仔细看了以后才知道 才不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新闻的中文翻译 我认为还蛮误导人的 因为他说的这边是通过台湾政策法案 那好像法案通过了 可是并不是啊 你看他的英文 他说的是US Senate Committee Advances Taiwan Policy Act Advances往前推 通过叫做pass 当然在别的报道里也有用到pass这个字 因为我们如果是个委员会 然后我们pass了一个东西 那也没有错嘛 对不对 可是你要让一个法案真的成为法案 不是委员会pass就算了 你还要pass下一个阶段 再pass下一个阶段 虽然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pass 但是直到最后的一个 就是最后那一脚把它踢进去 你才可以说那个法案变成了法律 OK 所以为了他要让他变成law 他还有很多关要走 走完最后一关 你再用pass也不迟 可是我们的中文就只有通过这个字 那英文用的是advance advance是往前推 可是你还没有到终点 OK 所以这个新闻报道我认为有点误导人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就讲掉了 OK 先把这个就讲掉 所以我的标题说的没错 台湾媒体可能在糊弄你 因为我光看这个标题 我就被糊弄到了半秒钟 然后看我的报道才知道 啊少来了 而且事实上从另外一个报道来看 他们这的确也说了 甚至他采访了台湾的这些 就是很懂的这些人士 他们也说啊这个要过很难啦 那细看一下他的内容 真的是觉得要过很难 因为里面包括些什么内容你知道吗 包括我们就我们就跳着看 包括他们甚至要把那个台湾的那个 我提过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也不是说概念 就是我们台湾在 就是我们台湾的驻外单位 在各个国的驻外单位 因为我们跟大部分国家是 国家是没有邦交的 没有邦交你就不能叫大使馆 你也不能叫领事馆 虽然说你的功能的确是领事馆 然后在那个国家最 就是最头的那个单位 的确应该就叫做embassy 我们这里就小整理一下 如果说你在一个国家 是有邦交的状态下 你的大使馆叫做embassy 那你如果是大使你就叫做ambassador 好那那除了大使馆之外 像美国好了 我们的如果是有大使馆的话 那就是在联合国的所在地 这样子 而在纽约吧应该是 那如果说我们还是在华盛顿 靠北 这个可能不要刁难我 也会忘的差不多了 但我们在纽约办公室非常大 就是建筑还是自己买的 这应该没错了 好乱讲一些印象中的资讯 好可是我们在美国 不是只有纽约有办公室 我们在美国在LA 在Houston都有办公室 西雅图这些的都有 都有我们的住在代表处 为什么 因为假设你要去办护照 或者有一些侨民的问题 要解决的话 你总不可能每次飞到纽约去解决 如果你住在西雅图的话 生病 所以说我们会在美国各个不同的区 就会设一个代表处 那个就不是大使馆 对不对 那那个我们就叫他Consulate OK Consulate 这叫领事馆 OK 那里面的那个头就不是ambassador 因为ambassador是大使 是最大的 所以里面的人就叫 你就简单说他们是diplomat就可以了 就外交官这样子 OK 外交官 所以这个报道 就来自一个杂志叫做The Diplomat 外交官杂志 很酷的一个名字 好 跳这里来说干什么 我刚刚要讲的概念是 在这个新的这个法案里面 他们propos出了这个法案 他们希望可以把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办事处改名 本来叫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本来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如果今天你有出过国 你是有概念的 我们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听起来非常的绕口 而且用的是首都的名字 怎么不用例如说国家名字内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说来我们就改吧 所以你看这边说的这个TPA 就台湾Policy Act 是叫这个东西吗 我这边有一个名字 Yes 对台湾Policy Act of 2022 所以这个TPA 台湾Policy Act proposes that the US treat台湾 as though it were designated a major non-Natal ally 所以他们就propos说 美国就把台湾视为 仿佛像是一个非北约的盟友 因为我们的确没有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 所以Natal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我记得他叫做 North Atlantic 对不对 不是American North Atlantic 北大西洋 Treaty Organization 公约组织 OK 所以我们不在那里面 但是我们就要被视为是一个 非Natal的ally 那ally是盟友 然后还要接下 就这一句了 所以我们就重新改名 台湾的这些代表办事处 Taiwan'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你看加付述对不对 所以so that they 所以以至于他们能够使用国名 so that they use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rather than the capital city 而不是只用台北的名字 这样子 首都的名字 那这个就会很难了 真的 因为这样基本上就是 就仿佛是帮我们台湾证明化了 就证明不是那个proof 就跟证明着那个证明 好所以 总之 巷子里的人都知道 这个要过很难 那我们就再看一下说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算是过 所以这边有另外一个报道 这讲的是这个radio 是这家媒体叫什么呢 突然间想不起来了 他就RFA 我等一下要调整一下下 他的RFA到底Stanford是什么玩意儿 radio free Asia F是free的意思 好 never mind 好 所以 这边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说了 他 我为了要通过这个东西 到底要怎么过 好 如果说你对这个真的毫无概念的话 我稍微讲解一下给你听 因为我们曾经也说过一个概念 就是美国的那个 不要讲美国 就是很多政府的 民主国家政府组织里面 可能会有的不同的 政府的部门 对不对 然后我们讲美国是三权分离 所以有行政跟立法跟司法 OK 所以行政叫做executive 这算是复习 但无所谓 也有一段时间没讲这个了 所以legislative就是立法的 然后judicial就是司法的 so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the legisla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judicial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所以三个行政立法司法 那在这个立法的部分 简单说你也可以称它为国会 那立法的话就有分上议院下议院 那上议院叫做senate 那下议院我们美国多半 叫congress比较多这样子 那还有个字叫parliament 就国会的意思 那他也可以叫它有别的名字 像例如说是house of commons 是加拿大的用法 那所以说 对不起还没讲 不要先说一说 那在你大概有这个概念 基础的概念 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委员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知道众议院或参议院 众议院参议院 他们可能针对一个特别议题 让他们组一个委员会 然后我们就几个人合起来 然后我们就去针对那个议题 去做一些讨论 然后泥草案 什么这些的 这个叫委员会 大家OK 那这个委员会就能够去推一些法案 对不对 那找人来签署 或什么这些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找了一堆人来 讨论台湾的事情 然后最后推出了一个这个概念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法案 那我们自己要先投个票 让就得到一个共识 说我们要不要去推这个东西 所以那推出来之后 如果真成功了 推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要想办法 让整个congress来通过它 也要让整个上议会 参议会来通过它 所以还有后面这几步 概念大概是这样 至于哪个纤维不太确定 等一下我们读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这等于就是 一小群人想要推一个法案 先把它写好了出来 然后在这个小群中 先决定我们要不要把它推出去 然后在这个步骤上 他们成功了 耶 所以17比5 总共也就22个人 大概是这个概念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气票 如果有人气票 可能人再多一点点 所以他只是在小群人里面通过了 然后接下来要在这个 真正的整个congress 整个senate要给他过 最后还要等 Joe Biden签过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怎么说的 好 所以 The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needs to pass 需要通过 所以这里用的真的就是 pass这个动词 Both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所以senate OK 刚才看过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就是我们的congress 刚说的 OK 所以他需要通过这两个东西 As well as 以及还有 to receive approval from President Joe Biden 所以还要让Joe Biden说 OK好给你过 before the conclusion of the 117th Congress on January 3rd 2023 也就是说 你知道他议会都有每一届 每一届 每一届 所以在2023年 也就是1月3号前 得117届的congress结束前 要能够把它推过去 所以总之还剩下10个月 10、11、12、1 差不多了 30个月左右 好 然后所以要通过 还有三官要过 Senate要过 Congress要过 还有Joe Biden要过 当然我们大概理解 如果说Senate跟Congress 都过了 一般来说 总统是不会说不OK的 总统权力一般来说 没有大到这个地步 至少精神精神的总统不太有 好 所以还有很多官要过 所以我们今天 算是又复习了一下下 就是政府里面的这些结构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委员会 它的委员会叫做 The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所以就翻译成了 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它就翻译成外委员会 好像还OK 这个法案叫做 Taiwan Policy Act 好 所以总之大家不要太兴奋 OK 大家不要太兴奋 然后不要被这个媒体糊弄到 不要想说 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 还没有 OK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guys Long way to go 好 讲到这里其实差不多了 就是我想讲 大概就这样子 顶多我再多说一个 就是 这边的Diplomat 这个杂志 它写的这第一段 我觉得还真有些东西 还不错可以讲 学英文的部分 所以我们政治的部分讲完了 我们看了这第一句话就好 第一句话就有蛮多英文可以学的 我先读给你听 念的七七八八的 2266的不是七七八八的 来 再一次 OK 或者我们就分析一下下 这个句子的结构大概是 就如什么什么一样 什么什么东西也干嘛了 So just as 就当 这个as可以翻译成当怎样 所以就当什么东西怎样了 然后再一个主次动词 所以这个as是连接式的结构 所以这个句子其实就这样 就这样 所以就当这个东西怎样了的时候 然后这个东西哪样了 好所以前面那个就当什么东西的部分 我们先讲一下 just as就当什么呢 就当这个火 所以主词就是火 那again我们常讲 英文叫抓主次动词 所以就当这个火 这个火怎么了 所以动词把它抓出来 这个火开始fade 动词在这里 just as the fire has started to fade 就当这个火开始灭掉 开始淡掉的时候 另外一个东西 要把火重新燃烧起来了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就当这个火 开始started to fade 什么火 所以什么火呢 就是被那个 培洛西点起来的火 所以这边有个 灌带结构被剩掉 just as the fire which was lit 它被燃起来 which这个火 which就灌带 the fire was lit就被烧起来 那你知道which跟B洞子可以省掉 so just as the fire lit by 被谁点起来呢 就我们讲的那个 培洛西 他是立法院的那个议长 by US Speaker of the House What Hous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刚才讲给你听 立法院的议长这样子 所以他就基本上王津平了 所以just as the fire lit by Nancy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所以他来造访台湾的 这个点起来的火 以及还有另外一个 什么火 这个火是两个 两兆点起来的 一个是Nancy Pelosi来visit 我没有要比中指给你看 我只是剩下这个东西 好了 我这样子好了 所以Nancy Pelosi点第一把火 第二把火是什么 中国当然有的反应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 合起来点了这个火 所以and之后 第二个东西 and China's predictable military retaliations 所以中国的 可以预测的 军事上的反应回应 retaliate其实是反制的概念 不是反击 因为击真的就是打起来的 retaliate就是 你呛了我一句 我呛回去 这样就叫retaliate之类的 OK 你拿屎 破我的门 我也拿屎破你的门 retaliate 所以就当这个火 被这两个点起来的火 开始fade的时候 我再把前面读一次给你听 just as the fire lit by US Speaker of the House Nancy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and China's predictable military retaliations has started to fade 到这里 所以就当这个火 开始熄灭掉的时候 后面这个东西 poof 又把它燃起来了 所以后面的主事上 是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刚才跟你看过 所以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is revving up its blowtorch 这个rev up是个有趣的动词 REV 这个rev up就是 其实最常看到的地方 是用在汽车上面 就是你空踩你的引擎 那就是你的rev rev up You rev up your engine 所以要是我看到一个 什么什么车很厉害 一个美国的那种 超级跑车或之类的 muscle car或什么的 我可能就跟那个车主说 你踩个引擎给我听好不好 没问题 so you're revving up your engine You rev your engine 所以rev up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边这个committee is revving up its blowtorch 所以rev up什么东西呢 这blowtorch就是你知道 torch是火把 那blow就是喷火的喷 所以你知道有那一种 像我们在吃什么寿司 他用炙的方式 拿那个火去烧它 有没有 那个就叫做blowtorch 所以这个Senate Committee 正在rev up他的blowtorch 就当刚刚说的Nancy Pelosi 还有中国的反制反应 开始慢慢淡掉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他文章的开头 然后下面就很长 有兴趣的自己把它读完 这篇还真是不好懂 不好翻译不好读 因为是 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 外交人士写出来的 专家写出来的 这个比较接近托福 甚至我觉得已经超越 托福的程度了 所以要是你是托福学生 雅士学生的话 欢迎你练一下读读看 这个会比你考试的东西 还要再难一点点 尤其当你不太有足够 背景的知识的时候 我本来很想把这个文章多讲一讲 但是我要是讲下去 没有人要看了 真的 因为这个东西太硬了 真的太硬了 所以与其做那个 我等于是 等于算是我告诉你 有这个可以看 你去看 OK 我没有办法做给你看 因为我做下去的话 真的没有人要看 所以我今天我做的影片的方向 反而是 不要被台湾媒体翻译出来的东西 糊弄到 钱多了 但无所谓啦 算是开个门 好 讲到这里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